你好,我是帮你捐烟捐烂,找便宜的省家人 今次继续我们的省人专题,就是关于Heat Pump 今次已经是第3集 如果你不知道之前说的什么 可以看这两条片的第1集 就讲关于Heat Pump Energy Saving这个问题 第2集就是讲Auditor怎样去做Audit 而今集就是讲怎样去做Installation 当然了,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如果有什么不同你,就一定不关我事了 但是,你起码知道它的程序也好 省人一周每个星期会和你去看一下唐人超市和西人超市有什么特价品 省人一餐就会和大家到处找些正东西,便宜食 在加拿大生活,一些小提示,一些资讯 就会在省人生活和大家分享 而省人专题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一些实用的话题 如果你还未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 不如订阅一下 按下小铃铛有什么新片你就会知道 还有给个like我 另外share给你的朋友 话说我已经约了个安装师傅 安装Heat Pump 虽然约了11点,但他迟了一个多两个钟 我还要打去他的公司,问他是不是真的到的 他们真的到了,来到之后看一看 他就说 我们要去吃饭了 这样OK了 但是我就问一问 我们需不知要预备些什么 他就说,看你的地方 可能你安装的时候 有些小石可能好些 因为可以墊高些 如果不是 套得太低 有时可能 你的Heat Pump会不平 我问的师傅要多少包 他说两包应该OK的,你不买都可以 那我OK了,买两包 我去Home Depot就买了两包 4分3吋的 Grafel的石子 8个8毫1 因为我打算买大粒一点都没所谓 好了,千呼万换纸出来 Heat Pump终于到了 那就搬去我们门口 由于今天就下雪 所以他们铺了纸皮 使他们拿这个Heat Pump的时候 就会容易一点 你呢 就有两个师傅 一个师傅 就在下底basement做事 一个师傅就在外面做事 他们都算好 可以铺了一些布 在通道那里 那就不需要弄到你家的家 弄髒了 这一个东西就是coil 将会装在你的 Furnance 暖炉上面 师傅说这个东西都80磅 所以一点都不轻 首先 师傅就会在我们Furnance的盖子拆掉 看看里面的状况 拍摄一些照 这个就是将来製造冷气的东西 我们将来夏天 真的靠你了 我们说回Basement的师傅 他有看过这些喉 就发觉原来 打横的喉 是没有东西 那就是说如果他铺了Furnance那条管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机会踏下 所以呢 他就装上支架 保住它 让它不会那么容易 接着呢 他夺好位置之后 他就会开始 切了那条喉管出来 我见Silver首先用电锅铺开四个角 让它有个位置 就可以入把剪刀去剪掉 铁皮 剪是容易一点 拆了旧的coil出来 看看 都已经好似生瘦 相当残疚了 虽然只是8年的货 但是都相当残疚 趁着这个换hip pump的机会 换了它 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了镜头一转 我们看看外面的师傅怎么样 他就现在 看着我们的冷气 应该就准备拆了 拆完之后 他就会 看一下地平平 然后再加一些石子铺平它 说着不用石头 其实turnout就放了四包下去 因为铺平一些 增高一些 将来不会有下陷的危机 接着就是砌模型时间 师傅就像砌模型一样 砌架出来 好了 看看basement那里搞成怎样 原来已经戒了个洞 再看一看 Furnace 其实里面真的很多层 师傅问我 你有没有换这个 Filter 他觉得比较多层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布 或者吸塵机 清洁一下 不过小心点 因为里面相当之利 不要戒到手 大手也好先好做 外面的hip palm 经过一条铜管 连接到这个Furnace 这条铜管 有些人就会用回旧那条 但是我就会跟师傅说 换条新的 师傅也好乐意地做 因为他应该爆了去换条新的 说起来换了新铜管 所有东西都是伸促促 不如要小心一点 因为旧有铜管 里面可能有一些油漬了里面 如果不小心 就会弄到整地都是抹不脱的 最好 铺定一些纸皮或者膠袋 佔着它 咀剩的铜盒 就是这样 一会 就会换 它 Furnace 切了出来的东西 就是这样 师傅 师傅就会再做一些最后调整 量一下位置 然后准备举 coil上去 举上去都挺细 80磅 那么重 如果 调节不好的位置 你举在这里都挺麻烦的 幸好刚才 伤了个架 在那条喉管 可以托着 如果不是 你真的有什么意欲 掉下来 就大鬼祸 好了 出尽狗牛义虎之力 逐须托进去 师傅之后 就会用水平尺 量一下 那个机器 是不是水平线 如果不是 可能就要加些东西 托高 因为basement的地 未必是平 和可能标打有点那小 所以 我这部机器 左手边就要加两条铁 等高 在图都看到 左手边 放了东西 所以高一点 右手边 就贴着 这个架是师傅 弄来托着喉 如果没了它 真是挺危险的 看回外面 外面的师傅 也都弄好一些石子 也都放了两块石板 他也都用一些石板 凹了石子进去 因为 尽量要 令到它压缩 如果不是 有些下陷情况 就麻烦了 他都会用这个水平尺 去确保 两块石板 都是平行的 那就真是好了 看回里面的师傅 这位师傅 现在就将一些 铁片 封住那条喉 和那个冷气的 coil 那个位置 令到它有一个 密封的状态 就不会漏气 之后 他就用螺丝 镶紧 然后用一些 贴纸 贴纸 这样上来 就相当工整 最后你会见到 他用金属纸封住所有的孔位 Make sure 他就不会漏气 再用一个水平石 确认一下他的水平位置 是否正常 接着就要扭开他的气门 准备可以搏铜喉 好了,看回外面 外面的 Heap pump的架 已经准备好了 亦都用水平尺度 是否平行 接着两个师傅 就会合力 把Heap pump 搬上去 搬上去之后 他会进去 拿一条铜喉去捅他出去 经过 我们之前用的 长的孔 就捅一条新的铜喉出去 他们都会预计那条铜喉是多长 然后预了这些材料去做 其实这个孔 会有三条线出去 一条粗铜喉 一条右铜喉 和一条电线 好了 甲手甲脚 就把Heap pump 放在架上 跟着师傅 就会把铜喉 搬到Heap pump 有出有入 亦都有电线 冬天在外面做事 真是挺甘的 所以 我们都要给个like 这些师傅 搞定了之后 他们两个师傅 就会入到屋里面 再调理一下 那条铜喉 师傅也都很好 将一些 隔热的棉 也都包着那些铜喉 不是一条 而是两条都会包 一粗一幼 就一出一入 他还会用铁链固定在 我们的basement顶 看不需要吊吊吊 师傅也都很好 我跟他说 可不可以将 喉管 不要打交叉 所以他都和我拆了旧 调切对的位置 然后再安装新的 这样就顺畅了 好了 接着就会将铜喉 然后就跌去这个coil那里 看回这个洞 这个在墙上的洞 他都用这个黑色的 隔音 隔温面 顶住它 外面也会封住 不然 暖气 或者冷气 就会在这里 走出屋外面 接着师傅 就会在铜喉口 用这个机器 遮一个形状出来 遮完这个形状 就可以刚好 塌塌塌地塌入这个螺丝帽 师傅说以前他都用工具用手 去弄的 所以 口子没那么漂亮 但现在用这些机器 就会帥仔很多 密实很多 他安装上去的时候 他都会用一个工具 量度一下那个力度 好像我们 车胎 换车胎的 Torch range 一到了某一个力度的时候 他就会响 这样的了 整条铜喉就由屋外面 连接到我们的Fernance 那里 以后冷气的命脈 就是靠着这条管 好了 那个铜喉一粗一幼 就是这样 搏了上这个coil 另外那条电线 就是经过这个 器具搏着coil 使得他 有信号 去 连接出面的hip pump 接着师傅 就会在喉管那里 开个孔 用来搏 用来搏 因为那条喉又不够长 所以加了这个elbow 这样就可以搏着 再搏回旧那条喉 这样就完成了 再说回外面 外面的师傅仍然在 弄着hip pump 其实他在做什么呢 他说原来hip pump 其实里面已经有雪种了 他需要用这些机器 将它抽真空 使它更加有效率 最后两个师傅就来这个coil 那里 make sure所有喉管 所有性 迫得正好 最后我们就可以开这个冷气的电源 试试通电 看看行不行 这要紧记 make sure 师傅就记得 把这个孔 吞回 如果不是 漏气 就不是那么好 外面的hip pump 那个盖 就不会散 因为他一会还要看一下 他的signal 然后 跟着师傅 就会在这个 Thermos 那里 set一个 Testing mode 去test一下 这个hip pump 因为如果你不set 这个hip pump 很可能因为 外面的天气 冷得了 他hip pump 就算你 调了很低温度 他都不着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 外面天气 更冷 所以 就要转入这个 Test mode 如果你在Test mode 试到 在风口 有冷气 即是 安装完成了 跟着 Make sure Fernand所有东西都归回原位 Make sure你有暖气 就是这样 整个hip pump的安装过程 就搞定了 但是我们又试不到这个 冷气的威力 因为现在还是冬天 很期待 这个夏天 可以感受一下 一个省电的hip pump 有多么冷 在这个section 我想和大家说 有什么要注意 第一件事 他们安装的时候 真的要看清楚 他们在做什么 你可以陪伴着他 亦都可以有什么问题 问他 就算 我 好像我那样 我在 屋里面 有些 装置 我都不明白什么 我都多口问一下他 跟他保持一个 挺好的 聊天关系 你就可以拿到 很多资讯 另外 有些师傅 可能有意无意地 暗示给你听 他们可以收查钱 如果你觉得他做得好 不妨你都可以 给少少 给多少 真是释除专辩 如果他是硬来的 硬问你的 你可以大可以不给的 你也要看一下 有些师傅 可能他 想 偷懒 不装铜侯 你就make sure 他换了铜侯 给你 因为 你这么多年 怎么都应该要换 还有换完铜侯的时候 外面的孔 记住要塞住 如果不是漏风 那就不要 还有一样东西 其实安装应该是包一个 Fermostat 就算你不用 都应该向他拿回 因为这个Fermostat 都值点钱 你给人也好 拿出去卖也好 怎样都好 总之 万事 以和为贵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安乐 好了 这条片就去到这里了 请大家 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朋友 是这样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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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